大家好 今天有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的特别震撼的独家爆料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善超 这是他的官方页面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善超亲口承认 2019年2月 他的上级给了他四株已经完成的人工制造的新冠病毒毒株 让他从中筛选一种感染力最强的 他还亲口说新冠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 他还说他的几名同事在2019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 从正常工作岗位消失了几天 后来其中的一位告诉他 他们被派到各国运动员下榻的旅馆去检查卫生了 由于检查卫生并不需要病毒学家 因此善超怀疑他们是去散播病毒了 他还说2020年4月他本人被派往新疆 去给那儿关在在教育营中的新疆人检查身体 以便让他们尽快回家 同样由于检查身体并不需要病毒学家 所以他同样想暗示他被派到新疆去做与病毒传播相关的事情了 以上几项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 是善超于2020年3到4月期间告诉给我的爆料人的 而我对这名爆料人进行了独家采访 我已经把34分钟长的采访的全部文字听打内容 发布在我的网站上 采访的录像上传到了我的会员网站 共感兴趣的朋友进一步了解 文字稿和录像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这个视频下的描述或者是评论区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采访的内容 善超的背景 以及我是怎么样拿到这个独家采访 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听这些呢 现在就可以直接先去看采访的全文或者是录像 当然您看完采访后 还想还可以再回来看我以下的介绍 您也可以先看完我的介绍 然后再去看采访的全文或者原始录像 善超说呢 2019年2月 他的上级在南京市给了他四种新冠病毒毒株 让他测试这些毒株的有效性 以及他们能多么有效的感染 或有多么容易感染其他的物种 包括人类 善超呢 他在携带了人的ACE2受体或者ACE2受体的转基因 小鼠 血糟 还有猴子身上 做了测试 他的团队大概是在2019年5月或者是6月完成了测试 善超说他得到的是已经完成的毒株 他的任务是找出哪个毒株能够感染最多的物种 善超不但明确表示这些毒株是人工合成的 还用了生物武器这个词来描述他 至于到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上传播病毒 这只是善超的猜测 他知道的事实只是 他的几个团队成员在那期间从正常工作岗位消失了 然后后来有一位含糊地告诉他 他们是去给参加运动会的各国运动员下榻的旅馆检查卫生了 传播病毒只是善超的猜测 因为检查卫生并不需要病毒学家 所以他猜测他们是去传播病毒了 但他并没有任何证据 新疆传毒一事也是爆料人的猜测 他知道的事实只是 善超2020年4月在从武汉开往新疆的飞机上 在起飞之前给爆料人发信息 告诉爆料人他要去新疆在教育营 给那儿的人检查健康状况 由于检查健康状况同样不需要病毒学家 所以爆料人猜测他是去做与病毒相关的事了 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善超的情况 这份发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 党期飘扬 众志层层 抗击疫情这个专栏中的文章说 善超出生于1985年 那么他今年应该是38岁了 他是从为病毒疾病和疫苗学科的组长 在2020年被评为武汉病毒研究所青年年度人物 现在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制作的表彰 2020年青年年度人物的宣传片 是2020年5月29号发布的 我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网站上下载下来 然后加了英文翻译 善超是这个宣传片中的人物之一 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官方的资料 善超是2020年到2014年 在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获得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2013年3月到2015年10月 在新加坡洛华热带疾病研究所做科研助理 2015年12月到2019年12月 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部攻读博士后 2019年12月 大家看一下 好像马上就要出来了 对这个就是这个宣传片中的善超 那么他是2019年12月到现在呢 一直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 官方页面显示呢 他还是博士生导师 那从2022年4月到现在呢 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研究室 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武汉P4实验室的副主任 也就是说他在疫情爆发后的2022年呢 得到了提升 作为一名年仅30多岁的研究人员 能够成为学科组长博士生导师 直到武汉P4研究实验室的副主任 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成绩 善超应该是业务能力非常强 很受官方重视的 另外呢 他在德克萨斯大学上学的时候呢 导师是德克萨斯大学的华人教授史佩勇 史佩勇呢 同时也受聘于南京伊克大学做科卓教授 同时呢 也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员 他和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秦成峰呢 有着直接的合作关系 我不能确定善超所说的 在南京交给他四种毒株的上级 是否是史佩勇 或者是与史佩勇相关的其他人 但我还是把我查到的一些 与史佩勇相关的资料呢 列在了采访听打文稿的下方 共懂行的人呢 来研究 善超和史佩勇作为共同作者呢 也发表了不少论文 还有就是呢 善超与著名的蝙蝠女 石正丽以及武汉P4研究室的主任 袁志明呢 也在合作进行研究 请看这篇文章 重大突破 石正丽 善超 袁志明 生成了非人类灵长类动物 新冠模型 这个研究论文呢 是发表在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上 它是用SARS-CoV-2病毒呢 去感染恒河猴 并研究感染后 猴子的血液 柿子和呼吸道组织中的SARS-CoV-2的动态变化 以及肺的组织 病理学变等等 报道说呢 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SARS-CoV-2的发病机理 以及评估疫苗和治疗剂 那下面呢 我就谈一下 我是怎么得到这份震撼性爆料的 简单的说呢 是爆料人通过一位朋友 主动联系我的 他们向我出示了许多资料 以证明他们说的是真的 在正式进行采访前 我与爆料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视频交谈 以确定他说的是否靠谱 我要不要采访他 我问了他一切 作为一个记者 在那种情况下 需要问的问题 比如他与赛超是怎么认识的 赛超是在何时何地 何种情况下 为什么要把这样今天的秘密 告诉他的等等 所有我能想到的问题 我基本都问了 但是因为我不是病毒学家 所以更加专业的问题 我没问出来 据爆料人说呢 赛超在疫情爆发后 看到他身边的人在死去 他感到相当内疚 于是在2020年3月 他把参与过测试筛选病毒传播力的事情呢 告诉了爆料人 并与爆料人约好 一旦爆料人与赛超失去联系 就说明赛超已经出事了 爆料人就可以把这些讲出来 赛超最后一次与爆料人联系呢 是在2020年4月 据赛超自己讲 当时他已经在从武汉飞往新疆的飞机上了 从那以后呢 赛超再也没有联系过爆料人 而爆料人和赛超之间呢 有一个约定 就是说只有赛超可以主动联系爆料人 而爆料人呢 不能主动联系赛超 由于爆料人一直没有等到赛超的消息 他认为赛超是出事了 于是在2021年8月联系了我 据他说呢 在这个之前 他也联系过一些英文的大媒体 但没有什么回音 他也试图以匿名的方式 在推特上发布一些信息 甚至提到过赛超的名字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转发 但是呢 他自己的账号 以及一个积极转发他信息的 比较大的英文账 推特账号呢 后来都被删除了 当时呢 马斯克还没有收购推特 所以讨论病毒起源的言论呢 是被禁止的 所以他很受打击 很沮丧 后来联系我的原因呢 是他认为我一直在报道 疫情相关的新闻 而且我是可以信赖的人 不会把它出卖给中共 另一个重要原因呢 是因为我是一个人的团队 他只需要信任我就行了 如果是大媒体采访他 他的信息至少会暴露给记者 编辑 新闻主管 摄影师 剪辑师等等这些人 每多一个人知道他的信息 他就多一份风险 他认为呢 现在左右两派的媒体 都有可能被中共渗透 他不敢把自己的安全呢 随随便便交出去 所以他联系了我 并让我承诺 我是唯一见过他的人 因此对他的采访和剪辑呢 我是独自完成的 没有别人参与 我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变身处理 拍摄时呢 对他的脸部进行了遮盖 所以看不出他的长相 这个采访呢 是2019年9月做的 我必须说呢 做这样一份采访 我本人也要冒一定的风险 由于我答应 只有我一个人去采访他 并且不把这件事 告诉任何人 如果他是中共特务 我单独去采访他 那我就危险了 所以呢 我能决定去采访他 是因为我在与他 和他的朋友交谈之后呢 认为他是真诚的 他讲的是真的 而且他没有造假的理由 但是呢 由于一些我永远 也不能向外透露的原因呢 我到现在将近两年以后 才把这份采访发表出来 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 这份采访发表后 我和爆料人呢 都会受到怎样的压力 我还想补充的是 虽然善超没有再联系过爆料人 但看起来呢 他并没有消失 这是我查到的 他2022年1月 还在出席会议的一个报道 同时呢 他2022年4月还得到了升职 我在前面介绍的 他与石正丽和原志明做的 感染恒河喉的实验的报道呢 是2020年7月8号发表的 所以我个人的猜想是呢 在2020年初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善超出于内疚 向爆料人讲出了 他参与制造生物武器的事 据爆料人说 他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讲出来的 那以后他为什么 不再联系爆料人了呢 我只能去猜想 也许他后来对自己 当初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说出的话 感到后悔了 也许中共在不知道 他已经把事情 讲给爆料人的情况下 还在继续收买 或者是套牢他 而他在经过各种考虑以后 决定继续与中共合作 所以就不再与爆料人联系了 另外要补充的一个细节是 如果大家去看采访的全文 或者录像 可能会注意到 采访的时候 有两次好像是我 对他进行了诱导性的提问 一次是谈到 上超的同事去各国运动员住的 酒店检查卫生的时候 一次是问他一本书的事 这本书呢 就是这本 非典非自然起源 和人质人心物种 新种病毒基因武器 这本书里面呢 谈到了生态型基因武器 并说当代基因武器的使用目的呢 已经超越了军事 事实的情况是呢 在采访之前 与他的三个小时交谈之中 他用中文谈到了很多事情 但正式采访是用英文进行的 他忘记了采访的时候呢 他忘了讲 所以我用英文提醒了他一下 那些信息是他之前透露给我的 包括那本书也是他发给我的 并说应该在采访中讲出来 所以这个所谓的诱导性提问 这本书的事情并不是我提出来的 最后我想说呢 这份爆料虽然很震撼 当然也只是一面之词 它缺乏更直接 更强有力的 更实质性的证据 我目前也没有能力 从别人而得到 对这些消息的确认 但是呢 正如爆料人在采访中所说的 这是整个拼图的一小片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这次造成全球近700万人 甚至更多的人的死亡的疫情的 真正起因 仍然是在探索阶段 这也正是我要冒着压力 发表这份采访的原始视频和文稿的原因 我希望病毒学家 各国政府的情报部门 相关的政府官员和议员等等 都来重视这份爆料 并以此为线索 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直到找出病毒起源的真相 我还想补充的是呢 事实上在今天之前 我也曾经联系过多名 与调查病毒起源相关 有关的美国国会议员 希望把这份采访交给他们 但是只有其中一个议员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回了电话给我 他让我把资料发过去 但是发过去之后 也就没有音信了 还有我在采访前 与受访人的交谈 以及他出示给我看的 所有资料都是中文的 但正是采访是以英文进行的 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到 录像上的中文字幕呢 是我翻译 翻译以后加上去的 采访的听打文稿的中文版呢 是我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 好 那今天就先讲这些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广泛的传播这份采访 一起来探索真相 我想只有把真相交到公众手里 才不会被掩盖或被置之不理 再次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订阅和传播我的节目和频道 再会